台北市立动物园内的小猫熊梅可在5月1号离世 原方表示因为梅可的腹腔有淋巴肿瘤 治疗之后虽然一度恢复稳定 不过今年再次追踪发现淋巴肿瘤扩大 并且扩散到了其他的脏器 最终不敌心脏衰竭而离世 虽然梅可离世让粉丝很不舍 但原方在去年也迎来了新成员 也就是跟日本交换的小猫熊未来 期许他能承接梅可的使命 拓展族群个体数量以及遗传多样性 圆圆大眼吃着手里食物 他是台北市立动物园温带区里的 15岁小猫熊梅可 却因为心脏衰竭在5月1号离世 蛮可惜的 看都很可爱 就是蛮难过的 来动物园也可以看到他的小孩这样 梅可在去年5月例行性健康检查时 发现腹腔有肿大的淋巴肿瘤 后续肋骨醇治疗 健康状况逐渐稳定 但今年4月初 再次追踪 发现淋巴肿瘤增大 扩散到其他脏器 还有心脏肥后容易喘气的问题 虽然增加药物使用剂量 但最终仍不敌心脏衰竭离世 在新功能还有舒张的部分 他其实心脏问题是比较大了 但是梅可他后续的状态就是越来越虚弱 事实上梅可是2014年 从中国福州交换来台 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 陆续生下可可 可颂 可利露等6只小猫熊 民众在动物园看到可自备的 都是梅可的后代 他也是北市动物园里生最多后代的小猫熊妈妈 虽然梅可离世让粉丝不舍 但原方在去年迎来新成员 也就是和日本交换的小猫熊未来 期许她能承接梅可使命 拓展族群个体数量及遗传多样性 至于梅可的后代可颂 也是身负这样的重任 在今年4月被送到东京多摩动物园 等检疫期过后 就会在日本和大家见面 今天六局燕林凡台北报导